今天要说的是唯一一件央视播放的灵异事件 2008年6月 吉林省长白山脚下附近一个小村庄里 发生了一件大事 女村民刘晓琳向警方反映 在自己家的柴垛底下发现了一件带写的男士迷彩上衣 而刘晓琳也认出了这件上衣的主人正是她的邻居 失踪了一周多的张永成 警方很快就联系到了张永成远在老家辽宁的姐姐张燕 张燕赶到了长白山 并且用弟弟家的钥匙很顺利地打开了家门 在搜查张永成家的时候 警察也没有发现任何入室抢劫 或者离家出走的情况 由于在迷彩服的钱金上提取到了属于张永成的血液 警方认为张永成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加之 警方在张永成和刘晓琳家中间的一处沙堆上 发现有许多血迹 经检验也是张永成的 由于血液已经渗透到沙堆内部 很难看出湿血量 但这些血被证明也是张永成的 有带血的衣服 那么张永成现在人在何处 她还活着吗 正当警方陷入谜局 不知调查的方向在哪里时 张燕找到了警察 并说出了一件至今都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 张燕表示 自己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弟弟张永成说 自己已经被害并被埋在了一处铁道旁 她强烈要求警察出警 由她带路去那里一探究竟 尽管警方能够理解张燕焦急痛苦的心情 但他们还是很难相信托梦的存在 不过为了安抚张燕 一行员还是跟着张燕走了 蹊跷的是 张燕从来没有来过长白山 路上是各种灌木丛和分岔路 可她在带路的时候没有丝毫迟疑 走了一会儿 来到了一处人际罕至的空地上 这里离铁道有20米的距离 是个无人区 张燕表示她弟弟就埋在了这里 警方半信半疑地开始打量着现场 然而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眼尖的警察很快就发现 在大部分白色沙土的空地上 有一块地方似乎土色泛黑 像是被人翻动过 难道张永诚真的被埋在这里吗 于是警察挖了两米多身之后 一具男尸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经过辨认 死者就是张永诚 他还穿着那条和上衣一套的迷彩裤 身上的伤痕总共多达13处 军媒刀伤 有一刀直刺心脏 可见凶手对张永诚有着极深的怨念 泄愤的倾向非常明显 可是张永诚身高1米83 体重100公斤 埋尸地底又没有打刀的痕迹 凶手又是怎么把这么一个健壮的男子 带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呢 沙土空地周围没有任何一点脚印 或是车轮的痕迹 而沙地上的印机一般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不会掉的 这说明凶手一定曾经专门清理过现场 而至于被害人的姐姐张燕 她的梦境过于离奇 警方甚至怀疑是否姐姐就是嫌疑人 在装神弄鬼 但调查发现张永诚的姐姐 在案发之前连辽宁老家的乡镇都没出过 凶手不可能是她 那么她又怎么会如此清楚她弟弟埋尸的地方呢 会不会是有人杀了她弟弟告诉了她 然后她良心不安来假装托梦呢 调查了一圈 警方没有发现村里任何人和张燕认识 但找到了尸体 破案就有了方向 最终 警方发现张永诚与刘晓琳存在暧昧关系 而且 刘晓琳不仅与张永诚有关系 还与另外一个叫韩志刚的男人保持着暧昧关系 6月11日张永诚失踪的当晚 韩志刚的弟弟表示曾经在10点多看见过她哥哥 人的确在家 但奇怪的是 在张永诚尸体被警察发现的第二天 韩志刚就对家人说要去山东看读大学的女儿 离开了家 并且手机也联系不上 当时正值6月中旬 大学马上就要放假了 这时候去看女儿 完全不合常理 而且 有谁会去外地了反而把手机给关机了呢 最终 凶手果真就是韩志刚 韩志刚告诉警方她非常喜欢刘晓琳 她认为是张永诚的出现 导致刘晓琳离开了她 于是 她决定杀掉张永诚 那天晚上 当她发现张永诚从刘晓琳家里出来时 就上前行凶 一番搏斗之后 杀死了张永诚 最离奇之处 就在张燕的出现 她的那个离奇的梦境 就让非自然现象的灵异故事 居然得以在央视播出 对于这个颠覆人们认知的案子 主持人撒贝宁的结尾评论是 是姐弟之间的一种深情 使得姐姐通过梦境帮助警方破了案 如果真是如姐姐张燕所说是托梦而得真相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 托梦这一行为的本质了 仔细思考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一般心灵感应更具体化的托梦 托梦人和被托梦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例如夫妻 双胞胎 父子这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常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实际上托梦从心理学来看 是否也可以看作一种潜意识的释放呢 由于姐姐张燕和弟弟关系非常好 她在得知弟弟失踪的消息后 私处找寻的过程中 会收集到一些 譬如弟弟和哪个女人关系密切 弟弟曾去过某个地方见过某个人 又或者她在找寻时 实际上已经入过了弟弟的藏尸地点 也就是后来带警察去的地方 只是由于心急没有引起注意 而进入睡眠后 姐姐张燕的潜意识便发生了作用 将日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整合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梦境 在醒来后的姐姐转述给警方 这个案子让很多人惊恶无比 若是有灵魂 为什么我看不到 若是没有 为什么无独有偶的建筑报到 有科学证明 人类的大脑目前只被开发了8%到9% 而若是按照三帖的说法 开发到25%就已经是人类眼中的神人 开发到50%就已经能够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